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分袭击者成功爬到建筑物的屋顶 发动另一波的袭击 现场更传出有人投掷手榴弹 引发小型爆炸 目前现场死伤状况尚未明朗 有目击者说 两名警员中枪身亡 一名失袭者受伤 但也有人看到 两名执法人员身受重伤 目前当局封锁现场 在现场方圆500米范围之内 还包括俄罗斯级科威特的总领事馆 还有多间学校 当地报导引述总领事馆副领事指出 内部人员全部安全 保安员也已经出动 警方接报后 已派出大批人员到场增援 以上是孙云山为您带来的突发快讯 更多后续消息 尽情锁定明镜电视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